今天要讲的是日本第一款超跑 NXS 的故事 它也是 Honda 的第一款超跑车型 它对于日本的汽车界是有非常举足轻松的地位 而在 2015 年 NXS 也迎来的第二代车型 这一代的 NXS 不只是用上了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当时少见的混合动力 完全是走在时尚前端的一款车型 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它 第一代的 NXS 车型 它的外号叫做东营法拉利 为什么这样叫它呢? 因为实际上 Honda 当年开发这款车的时候 主要的对标对手就是法拉利的超跑 而这款车型也有很多的技术突破 包括了它是全世界第一款采用全铝车身的车型 因此它拥有足够的刚性又可以轻量化 而且可以保证车内乘客的安全性 加上那个动力和耐用性都很高的自然进行引擎 让它成为了市场上的一代经典车型 也因此它被称为日本的第一款超跑车型 这款车一直翻售到2005年才停产 而且在这段时间中它也有经历很多次 大幅度的小改款或者是升级车型 在外观以及引擎上面都进行了升级 但是因为在步入2000年之后全球的排放法规 尤其是欧洲市场越来越远苛 导致这款车型没有办法再继续销售 因此Honda无奈的在2005年停产了这款车型 第一代的NXX停产之后 Honda 也是计划在2010年推出第二代的NXX车型 当时这款车的原型车甚至都开发出来了 只是后来因为经历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导致所有的汽车制造商财务状况大大受到影响 当时的Honda 本身也有非常严重的财户危机 因此没有办法下这款车的开发项目被迫停止 如果说这款车当年真的可以在2021年发售的话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Lexus 的 LFA 可是相比起LFA 这款车的引擎动力更有看头 因为根据当年Honda 官方所说明的信息 这款车型会采用V10的自然进气引擎 V10哦 可是无奈的是因为财务危机 这个项目被取消了 这个第二代的Honda NXX原型车虽然没有量产 但是Honda 还是让它以另外一种形态复活了 它就是这个HSV010赛车 原厂用这辆赛车去参加了JAPANIC SUPER GT CHAMPION的赛事 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只是这款赛车和当时计划中的第二代NXX有一点差别 就是引擎从原本的V10自然进气引擎 变成了V8的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还是很可惜 除了赛车以外 原厂并没有计划把这辆车投入生产 因此我们就这样和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NXX插肩而过 在2012年的北美车展上面 Honda 就带来了惊喜 他们真的展出了第二代NXX的原型车 而且这款车跟传门中的真的一样 它采用了3.5公升 V6 的双涡轮引擎 而且会搭配混合动力系统 原厂将这套混合动力系统称为 Sport Hybrid All-wheel drive 也就是说这款车实际上是支援 All-wheel drive 系统的 因此说这款车的这一个 操控表现应该可以获得很大的提升 而和上一代的车型一样 Honda 同样的也让第二代的NXX对标法拉利的车型 而这次对标的是法拉利的458 2015年的12月 Honda 在历经多年的开发工作之后 终于让这个品牌的第二款超跑车型公开预订 虽然它比另外一款我们熟悉的混动超跑 Porsche 918 Spider 慢了两年多 可是这款车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只是它的售价并不便宜 最普通基础版本的NXX售价达到了156,000美金 这个价格在美国已经是超跑等级的价格了 可是它的技术含量方面 同样的也非常的高端 首先它的Sport Hybrid Override 系统由三颗电动马达组成 而它的3.5L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507 PS 的地步 峰值扭力为550 Nm 单单看这个引擎的数据已经不错了 但是当它搭配上这个三电机的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去到573 PS 的地步 0-100的加速只需要2.7秒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NXX的三电机系统其中一个电机 是和它的双离合器变速箱连接在一起的 另外一个重点也是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是当时市场上少见的九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所以可以看到 Honda 已经把他们所拥有最前端的技术 都放在这个第二代 NXX 的量产车型上面 而且比计划在2010年发售的 NXX 来说 它的科技层面完全是跨越了几个世代 第二代的 NXX 投入量产之后 Honda 完全是以超跑的规格来对待它 它会以Honda 与美国俄亥俄州的生产机器进行生产 而且如果你是订了这款车的车租 你还可以享有这个工厂一日游 去看看这个超跑诞生的过程 这款车发布之后 国际媒体普遍上给予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但是就如同我之前说到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混动超跑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消费者对于这个Honda NXX 第二代的态度 并不是那么的积极 和第一代相比有着天差地别的差距 第一点就是因为它采用了混合动力 第二点就是它的售价也比较昂贵 因此它在这几年的销量 平均每一年只有200-300 辆之间 不过说实话 以超跑来说 一个车款有这样子的年销量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看回第一代的 NXX 它的巅峰期年销量超过1000辆 这样子对比之下落差就比较大的 这款车的动力数据放在这个年代 你可能会说573PS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实际上它的性能还是很强悍的 因为它曾经在国外媒体的 0-400米加速测试中 打败了拥有超跑杀手之称的 东鹰战神 Nissan R35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实力多强了 我相信说到这里可能一些糊涂者会讲 哎呀它只是打败了普通的R35 它没有办法打败这个R35 Nismo嘛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点 跟这个R35对战的NXX 同样的也不是Type R车型 如果传说中的Type R车型会出现的话 那么这款NXX的加速性能还会更强 实际上这款车在现代的汽车工业中 同样的也是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完全不逊色于第一代的车型 美国的媒体Motor Train 在一项混合动力性能车的对比中 更是将这个NXX放在了第一位 来表扬它在混合动力性能车中 所创下的丰功伟业 而且因为混动版本的NXX出现 完全改变了整个混合动力的市场 所以你说这样的车款能不伟大吗? 值得一听的是 这款车在美国是以Honda高端品牌 Acura的名字销售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款车型的定位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Honda Malaysia官方并没有引进这款车进来 可是本地的入口汽车贸易商 还是有引进右驾版本的NXX 只是它的售价超过了100万令吉 你觉得这样的价格买一辆日系的超跑值得吗?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个人觉得如果负担的起是值得的 因为NXX的科技层面 真的到现在都不落伍 而且它的外观设计确实也很帅 只是这种低底盘的车 是不是那么适合在马来西亚开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懂得拿那么来西亚的路 OK啦以上这期影片就是我们所做的 Honda NXX-10 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这款日系超跑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留言完之后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订阅的话 也要分享出去让朋友看哦 好啦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哦 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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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